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台中坚一名 在医院担任照服员的陈小姐 去年4月下半途中发生车祸 导致腰椎神经压迫 下半身一度瘫痪 没有办法正常行走 但他指控他在工作的医院 没有帮他通报直栽 还在他休养期间逼他回去上班 导致最后病情恶化 最后更恶劣的是 在今年4月直接将他退保结果 掀开上衣腰椎上一道长长的疤痕 车祸开刀后已经超过半年 但陈小姐到现在却得竖着护腰 无法正常走路 指控都是任职的台中医院 逼他带上上班导致病情加重 我还在休工商家 他强迫我去上班 被虐待 而且我发生车祸他知情不报 54岁的陈小姐说 他原本是台中医院的照顾服务员 去年4月21号下班途中 在北区中华路和太平路口 和另一台机车发生擦撞 下半身激进瘫痪 转院开刀后 医师表示必须休养三个月 但他指控医院没有帮他通报职灾 还逼他回去上班 害他9月又送急诊 甚至还逼他离职 因为救急复发 陈小姐必须休养复健 去年11月二度开刀住院 之后申请工商假休养 没想到今年4月7号 他发现已经被退保解雇 份额提高 就是半年都给全薪 之后就没有了 之后就他想给就给7000块 不想给就全部没有给 那双方就劳工复工之后 可我续请工商病假 双方存有益 所以劳资争议调解不成立 太中医院表示 陈小姐就职期间 都有依法投保劳健保 车祸受伤也有依法 让他申请工商假和病假 目前还在申请劳资争议协调 劳工局则说 陈小姐因为执灾 引起了后遗症还要治疗 只要证明具有因果关系 医院就必须给付工商病假 医疗和工资给付 也不能片面终止劳动契约 东森新闻金哲生 陈立贤李向敏 陈幻美在台中采访报道 中国假写重头戏 就是很多人要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 昨天是首场 一落幕上万歌迷大饱耳福 说回忆杀身的非常的感动 万人喷泪了 那么就连这个歌神下榻的饭店门口 连两天都聚集了大票的粉丝在迎接 向张学友告白喊话 我们东森新闻就独家直集到 张学友和粉丝的亲切互动 第二天演唱会前 歌神张学友在饭店外 和粉丝互动诚意满满 张学友张学友我们爱你 张学友我们爱你 张学友有问必答超级亲切 女粉丝们强着跟张学友握手 惊讶她的手非常细嫩 还有人用经典歌名 道白歌神 写了情书给她 做个小礼物 告诉她忘记我 忘记张学友我们做不到 忘记你我做不到 她对我们来说是真爱 然后我们一生要跟她走 张学友的粉丝就是热情 小巨蛋第二场即将开唱 还有没买到票的歌迷 特地从外线市跑来现场 排队买票 今天特别凌晨五点钟来排队 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 还有我妈肚子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她了 都有记忆 对都有记忆 独家记忆 一生应该要看十次以上 她有看过张学友的 二分之一幸福演唱 超好听的 就现场的那个感觉 就是很有魅力 她也六十几了 再不听感觉好像又没机会了 张学友的歌声风神 一连三个周末在台湾开唱 广大歌迷朋友 就算听不到演唱会 也有机会在台北碰上偶像一面 风声新闻 也有蛮多人会趁着假日要补货 会自备推车去逛街购物 但之前有人推进美式卖场里头 他结完账了也都包好了 但是包好的商品却不见了 让这位客人非常焦虑 找了好久找不到 直呼在卖场遇到窃贼 大家务必小心 推推推买菜逛街 越来越多人会自备推车 近日有民众直接推进美式卖场 结果结完账就发现遗失了 但找了几十分钟都没有 让他直呼遭小偷 好险疑似因为有通报样式在出入口 后来在卖场的角落 找到了东西都没少 事实上在卖场外头都有提供推车 但是民众疑似购买的量 没有那么大 加上又不想要跟别人抢 所以才自己带 但没想到差点一时 直集周六的美式卖场 有人确实有自带推车 但是是折起来 放在卖场的大推车上 更多数人都只是推着大推车而已 不过确实有观察到 大家推着推车 在结完账的时候在熟食区 有时候排队就会把推车先放旁边 或者是用餐的时候没有那么认真顾 可能也有人猜测是因为挡路 推车才会被别人推走 那东西没那么重都可以装在一起 这推车它就那个 只能停就停起来 马路不平都是要注意一下 推车没有刹车 很容易滑动 下坡比较要注意 还有遇到直角会容易冰陡 东西有可能会通通翻出来 还有载重限制 推车方便 留意一些美感 最重要的是 人多时 就要清紧一点 让他走丢可救 得不偿失 东森新闻 魏彦君妙梦姐在台北采访不到 你要提醒店家注意每个客人的行为 这位曾小姐 他到这个回转寿司店去用餐 他就目睹到 隔壁有四名男子 会刻意用手 然后碰着转盘 上面的盘子不让他移动 还把水杯在上面不断地空转 整个恶作剧的行为都被拍了下来 那么曾小姐就发现 四名男子结账的时候 还只花了120 怀疑不是来吃饭的 是故意来店内恶搞 连锁回转寿司店餐盘 在转盘上自动送餐 一名顾客手伸向转盘 拉住盘子不让餐盘前进 过程被其他顾客拍了下来 5月31号中午用餐时间 四名男子被控二稿 在连锁回转寿司店 台南的一家分店 不只手碰盘子阻止前进 还把喝茶的水杯 放在回转的盘子上 有人手拿了一堆酱料包 又疑似放回 拍下影片的顾客 先听到四名男子大声喧闹声 才注意到他们的行为 指控四名男子玩闹约10分钟 而且四个人结账只吃了120元 不像是单纯来吃饭的 莫及顾客说虽然四言没有碰到食物 但是手碰转盘上的东西 水杯也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 他边吃边担心食安 连锁寿司店因为当下没有客人反映 有人有恶作剧 也没有店员有发现异状 不回应将在调查了解 只是回转寿司店恶稿非首次 目击顾客认为少了店员巡视 店家应该要想想怎么把关 才能够避免再出现这样的恶搞动作上演 东森新闻蔡庄全在捐载 台南报道 而家门口被封路谁能够接受呢 基隆市中山区的胡仔三附近是有一处的私有土地 因为土地全转移了 那目前居民跟建商都还在诉讼协商 但是昨天建商却擅自在向道 用铁栏杆把他整个封路围了起来 居民现在很担心啊 万一发生意外救护车进不来谁该负责 原本好好的一条巷道却搭建其铁架 旁边墙上贴着建商发布的公告 还喷上大大的拆字 居民们气到不行 因为明明还在诉讼协调阶段 但买下土地的建商 31号下午却无预警 大动作喷漆贴告示 甚至直接用铁栏杆 把居民进出道路围住封了起来 他说我们可以绕道行 我们为什么要绕道行 那么远的路还绕一圈 有进路不走要走远路吗 金融市中山区中山二路虎仔山附近 这处私有土地有将近90户的成租户 不过因为前土地爆发财务问题后 法拍土地 新土地建商清理产权要进行开发 居民们表示这里有小朋友老人 还有要上学的学生要通行 路被封起来 大家就必须得绕远路 通辟建商十分霸道 居民表示这是近50年的既有向道 就算土地属于建商所有 也不能这么夸张的封路 万一发生紧急状况 谁要负责 建商回应这里是围楼房屋 民众经过会有危险疑虑 既然封路遭到抗议 建商会先拆除围离 商讨后续该如何处理 东京新闻旅国报基隆报导